在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食 带鱼 它好像带上了出水即死的魔咒 我们从未在超市里见过活的带鱼 渔民们也曾尝试过人工养殖带鱼 但都以失败告终 就算科技发展迅猛的今天 也无法攻克这一难关 这其实都与带鱼的生活习性有关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带鱼离水变自爆的秘密 带鱼其实十分较贵 对生存环境要求严格 用出水即死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一旦离开了它们常年生活的水域 就会远超其他鱼类死亡速度腐烂 所以在三个小时内要进行冷冻保存 才有了我们餐桌上的极致美味 而带鱼的这种骄鬼病 都是由于自身生活习惯决定的 带鱼是一种群居鱼类 体长在一米左右 平时常年生活在50至80米的半身海域 它们的游泳动作很僵硬 只能依靠背鳍和胸鳍来滑动水面 而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以 生活在潜水区的毛虾和乌贼为主 捕猎时 带鱼会慢慢从生活水域向上游到前海 一旦发现猎物 就会迅速震动背鳍 向猎物窜去 但是大家都知道两片水域的压墙是不一样的 因此带鱼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体内有着很大的压墙 可以调节体内和外界压墙的平衡 以便适应前海的压墙捕捉猎物 可当它们游到前海捕猎时 却成了渔民的猎物 带鱼被渔民抓住时 被快速拉出水面 外界压墙瞬间变小 而它们自身的气压来不及调节 就会堵塞血管 甚至造成气管爆裂 当然也就一命无忽了 不知道大家买带鱼的时候 有没有观察过它们 我们见到的带鱼 眼珠一般都是往外秃的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但是这也不能怪它们太脆弱 毕竟就连常年潜水的运动员 也不能摆脱水中压墙的制衡 在从深海区上来的时候 只能缓缓上浮 才能摆脱减压病的困扰 带鱼在中国餐桌上这么受欢迎 也让一些渔民看到商机 尝试着人工养殖拿去卖 但带鱼要想存活 必须依靠高压环境 一到晚上就会游回深海 养殖的难度极大 是人工养殖的成本 远远高于带鱼本身的价值 渔民自然不会傻到 做这种亏本买卖 而且带鱼并不适合远距离运输 若想吃没有冷冻过的带鱼 可能当它送到你家的时候 还不如冷冻的口感新鲜 带鱼的繁殖能力非常强 每年渔民都能在潮水上涨的时候 捕捞到数量繁多的带鱼 如果真的有人能吃到新鲜的带鱼 那一定是在捕捞一线的渔民了 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带鱼 不过带鱼刚捕捞上来 就会有专业人员进行冷冻 最大程度的保证它们的新鲜程度 所以也没有必要纠结它是否活着了 而且带鱼和其他鱼类不一样的是 它表面的那层银色的鱼鳞 其实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 并不需要像其他鱼类一样刮掉 那其实是带鱼表层皮肤的脂肪 含有大量的脂肪酸和卵磷脂 是极佳的补品 各位小伙伴们 有什么关于带鱼的美味做法吗 欢迎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持续为大家带来科普知识 那么下期再见了